阿里巴巴的感覺上 你覺得是跌到見底了嗎? 問題是阿里巴巴的見底了 我覺得都難說 因為他面對問題不是只有一個 剛剛我們說的因素是其中之一 而現在講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很多之前想著賺錢 很有增長量點的業務 都是面對一個製造 監管上要求你要開放 要求整個行業的競爭要越來越均衡 很多小的平台都要有份參與 令阿里的所謂之前壟斷優勢就沒有了 那些數據的算法優勢 也都不可以隨便去濫用你賺錢 其次的問題是 本來想著做一些新的業務 譬如去做直播也好 做雲 或者是之前都講到一些社區電商等等 基本上全部都是投資階段 好像上個星期阿里巴巴都開了一個 一些投資者的會議 基本上都有提到 它的新業務 接下來會怎樣發展 但是其實它是平息不到市場的一個憂慮 就是說你將來可能四年後五年後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但是起碼大家知道你這一刻 還是繼續要消錢 還在一些新的業務上 繼續要有一個很大的投資下去 對於這些行業 去計算你明年的盈利增長等等 都還是會有壓力 或者你的盈利預測都還是會有一個下調空間 所以阿里雖然你說現時估值就是便宜的 但是始終盈利都還是面對一個下滑的壓力 或者接下來的增長的動力都是大不如前 就算你說它還未完全是 我不說 就算你當它現在要見底了 但是接下來當它升的幅度 不會特別大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這些科網股 或者電商股面對最大問題 你問我可能如果接下來市場 真的明顯地有個大幅反彈 那阿里我覺得又不會零零射射 再跌很多 但是你說這些價位 會不會可以很容易地回到200元樓上呢 我覺得都很久都未必可以了 所以你買這些股 你可能預算都會跑輸 是 我們剛才談過 它275元買的 那它說現在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你會建議它持久一點 還是不如算了 閉上眼就放了它 阿里巴巴就一定不是再值得搶債 問題是否這些價位全部沽了 我又不太認同 因為我都覺得去到市場 現在兩萬二千 兩萬三左右 其實再跌的空間不多 反而現在可能有一股的彈 可能你說彈回兩三千點不出去 是 那阿里巴巴不是說望去回到200元 但是至少會不會上去150 或者86元 讓你可以輸少一點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這個機會 你看到其實在9月尾 10月頭那段都是 好像阿里巴巴都是創了低位 最低落到135元 接著它一旦彈回到170多元 是 你計算那段來講 都彈了十多個百分 是 那你博一下這次會不會 做了一個新低之後 接下來當市場選定 你博它有機會彈回到150元 那些位置你便離開了 或者你問阿里巴巴就不值得去長渣 基本面就一定絕對不好 是 但是問題是去到這些價位 會不會可以博去反彈才沽 這些你自己考慮 是 好